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这个作为年轻人来讲 他们的思想肯定是要开阔一点点 我们呢 说实话 作为茶三代来讲 主要是靠传统那种 最大的传统模式来 来加工和销售 其实一直都没走出去 他们现在这个文化 从文化底蕴来讲 现在市面也比较多 我希望通过他们这个年轻人 处于一个团队 把我们这个产品下得更远 主要是这个方面考虑的 因为现在互联网发展 是这个时代的趋势 所以说自己也想结合现在的趋势 来帮助自己家的茶叶 由于现在正在起步阶段 所以说遇到了很多问题 我们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 主要就是受疫情原因 从而导致我们的产品 发出去在路途当中 是到受到滞留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运输成本的上涨